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吃鲶鱼最大的原因也是处于当地的习俗 他们的亲人死去之后是进行水葬的 庞大数量的鲶鱼自然不会放过这丰富的食物 吃鲶鱼就等于是对过世的亲人不尊重 所以不管怎么样印度人啊是不会吃恒河鲶鱼的 为了解决恒河鲶鱼的泛滥印度人想低价出售到中国 但是看到鲶鱼的生长环境后 就算是中国吃货也下不了口吧 好了下一次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评论点赞和关注哦